我看內地新聞說下個月中共十七大召開之前 政府對媒體和資訊的監控非常嚴密 全國有差不多一百家的電台需要停播 報導又說單單在南京就有十二家電台被勒令停播 相信是因為他們有深夜的直播封煙節目 而網上的監控就更加嚴密 近期有公安以散布謠言或者是破壞社會秩序等的理由 拘留或者懲罰網民 這個情況在北京、山東、江蘇、廈門等地方都有 另一方面北京公安宣布 今日開始有網上卡通虛擬警察在網上巡邏 網民可以即時向我們舉報 據估計中國網民已經超過一億 要監控華裔又可以、華蘭都可以 十七大召張兆開 內地戰加強對輿論和傳媒的監控 大量個人網站被關閉 記者的電話通訊被竊聽或者干擾 外界認為中國政府正採取比以往更主動的態度 修建一條防禦自由資訊的萬美長城 來中共十七大開幕還有個半月 但內地的網民一早就覺察到氣氛很不尋常 七月十六、十七號兩日 內地發去國外的電子郵件被大量退回 網民估計是當局進行大規模的網路防火場測試 向他們的網路服務商進行諮詢的時候 網路服務商就很無奈地告訴他們 是因為是超越了郵件的通訊機制上面的不可抗議的因素 大家就猜測這個可能就是因為是單局的一種監控所導致的 上個星期因為個別網站沒有在省電訊局被案 河南山頭兩個網絡商的機房被關閉 兩千個視伏器上萬個網站停止服務 相信要在十七大之後才可以開回 今個星期 志剛的網絡商也都被要求在十七大前關閉所有論壇 播客和留言板 否則機房會被關閉 並罰款五萬到一百萬 渥中夏說 中央政府未必希望這樣做 但是地方官員沒有能力管控網站 又怕出事 唯有用這種最原始的方法 你關了以後 大家也不能發表新的人 不能傳一些貨 也不能造謠聲勢 也不能幹什麼 這不就是天下太平 當然這未必會天下太平 這其實是一種很簡單 很粗暴的管理方法 在內地 不少個人網站都是老百姓發表意見的管道 這些網站有助降低民間怨氣 關閉是否明知 值得相確 學者邀林村做過關於內地網絡監控的研究 他說 內地的最新趨勢是利用閉路電視和手機短訊進行監控 例如 深圳市政府即將在街頭安裝兩萬部閉路電視 又為居民辦理晶片證件 以進行全面監察 而在北京 市政府就開始利用手機網絡發短訊給記者 限制他們報道負面新聞 比方說某某省 河南省 鄭州市 某某學校的示威事件 不要再跟進報導了 就是這樣一個很簡短的消息 河南省說 近期禁止報導的新聞 包括礦硬和示威兩大類 以往有專人打電話通知記者 現在就改用短訊這個方式 你可以故意裝作 沒有收到 你故意不許接電話 但是現在的話 透過短訊的形式 就不能夠裝作這樣的一個情況 而且據說有專門這樣的公司 小公司 就是說給他們來 保證短訊是 按時到達 應該接收那些人的手裡面 在北京採訪17大的香港記者 就有另外一些被監控的經驗 我們問過一些記者 他們試過手機被人竊聽 打給被訪者的電話 被接到國安局 也或者在電話上約好訪問 被訪者受到壓力 而臨時取消 科技的發展 令到資訊流通越來越容易 政府要控制資訊流通 相信會遇到重重困難 又是 不能說 大家就把8乘以8 就8864 還有會使用一些境外的那種 代理服務器來登陸一些敏感網站 然後還有就直接使用那種 境外開發的那種破玩的軟件 玩那種貓和老鼠的遊戲 如果說老百姓一旦是想知道 某種事實 某種真相的話 你這是擋不住的 我會不會試乎 我會試典開放 她的 врем重 kein懲悅發動 有個就是